世界新聞自由日探討數字圍攻下的新聞頁 今天是世界新聞自由日 教科文組織以及烏拉圭共和國 在烏拉圭主辦一年一度的 世界新聞自由日全球會議 今年的主題是數字圍攻下的新聞頁 涉及言論自由、記者安全、私隱、信息獲取等議題 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目標是將政策制定者、記者、媒體代表、 活動家、網路安全管理人員及法律專家等相關利益由官方重新團結起來 共同探討這些問題並且制定具體解決方案 以應對加強對新聞自由及私隱的監控所帶來的威脅 每年的5月3日是世界自由新聞日 亦都是用來提醒各國政府需要尊重他們對新聞自由的承諾 同時亦都是媒體專業人士反思新聞自由及職業道德問題的一日 這日是支持傳媒的日子 媒體是限制或廢除新聞自由的目標 在世界各地 每日都有無數帶著強烈使命感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 為大家帶來第一手消息以及事實的真相 而對於這些在追求報道的時候喪生的記者來說 亦都是一個紀念日 言論自由是媒體最真實的價值觀之一 在慶祝世界新聞自由日的時候 亦都提出主流媒體報道需要更加重視普通公民 邊緣化社區以及當地記者視覺的觀點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地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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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震